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167集 群臣纷纷进言 上官仪更是慷慨陈词 古人云国虽大好战必亡 惜隋阳帝一意孤行 请天下之兵三征高丽 乃至四海举兵数载父王 我大唐呈阳隋之运 兴邦剑业 抚平天下 岂不以前人之师为剑吗 祝课 妹娘早已听得不耐烦了 一见上官仪又来捣乱 他再也按捺不住火器 也不顾皇帝在一旁 一先车怜 站了出来 国虽大 好战必亡 别忘了还有后半句 天下虽安 望战必危 你口口声声将我大唐比作父王之朝 是个居心 当年长孙无计善政 独揽大权为所欲为 何曾见你们有过半分的围傲 如今又大言不惭 什么古人云金人约 难道以为圣上 于本宫可欺吗 群臣进阶悚然 觉得皇后这话说的没来由 但是又不敢顶撞 都偷偷瞄向了李志 李志也觉得妹娘 有故意撒邪火的意味 而且她这个皇帝就站在这儿 岂容得皇后大呼小叫呢 她忍着尴尬 向出言劝阻 却见妹娘忽然是兴眼一眯 玉体一晃 飘飘悠悠的便从车上跌落 李志一声惊呼 幸而范云千及时上前 这才把皇后给抱住 众臣更是吓得不轻了 方才的恭敬之菜全部都没了 一个个是乱了方寸 有的大呼皇后晕倒了 快穿太医 有的撸胳膊挽袖子想帮忙 但是男女有别又不敢伸手 有的手足无措 急得团团转 还有的干脆就惊呆了 愣在那儿是动也不动 李志也从马上跳下来 登上车抱着妹娘 众随从跟着马车连跑带颠 直至皇帝休息的大仗 众人把妹娘抬进去 让她躺平 李志死死握着她的手 妹儿 你怎么了 你说句话 你别吓唬朕啊 妹娘已经醒了 却懒懒地不想动 眼见李志的眼角挂着一丝泪水 这才安慰道 我没事 就是这些日子太累了 时而头晕 李志一听头晕二字 更加害怕了 我已患风急 这还没好利索呢 你可不能再有事啊 啊 说吧 她要赶紧催宦官 去找太医 里里外外一通乱 上官丛几乎是被两个宦官拖起来的 顾不得气喘吁吁 连忙跪倒在床前给妹娘诊脉 李志连连催吻 怎么样啊 爱不爱事 怎么样啊 你倒是说呀 她越催 上官丛越忙 急得是一脑门的汗 好半天 她再摸住点头绪 娘娘好像是 到底什么病 上官一沉住气 又仔细地摸了一摸 紧错的眉头 这才缓缓地舒展 没错 娘娘 又有喜了 李志 邮聚转喜 她高兴地拍着上官丛的肩膀 上官从被她拍得生疼 物字咧嘴笑道 胎气尚好 死已有两个多月了 妹娘也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近来她已察觉到精血不调 胸腹酸痛 却当是劳碌紧张所致 猛然听说自己有了孩子 真不亚于喜从天降 可是啊 她的笑容只是持续片刻 又疏然凝固了 怀孕 又怀龙肿 这固然是好事 可是 这还能继续参政吗 她已经尝到了 行使权力的滋味 更何况 这关键的时候 退回后宫 那就等于是前功尽弃 岂能心甘情愿呢 她喜忧参半 但是李志却是越想越高兴 得孩子是一喜 而她这副身躯拨出的种还能有收成 这证明啊 病情已无大碍 这是她自己都没预料的 这更是一喜啊 她兴奋地在原地绕了两个圈子 又扑到妹娘的身前 你现在啊 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 等将来 话未说完 王福盛在后边提醒道 陛下 群臣都在外面跪着呢 李志拿起一桩被子 亲手为妹娘盖好 他说道 你好好歇着 我先打发走他们再说 大臣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一个吓得脸色发绿 无论妹娘方才的发作有无道理 这毕竟是跟他们生气才晕倒的呀 如果有个三长两短 这谁担待得起呀 群臣啊 纷纷跑来请罪 连没参与禁言的也来了 皇帐外 密密麻麻地跪了好几十人 个个是忐忑不安 面面相去 也不敢随便出声 直至看见皇帝笑呵呵地走出来 大家心中悬着的石头 这才落定 皇后外 不但没病 而且又有喜了 群臣拱手家俄 继而又向皇帝称贺 李志 喜不自胜 真的皇儿要紧 可是却不能再行列了 明天一早 咱们就回栏东都 说吧 他转身就要回 上官已往前跪爬两步 斗胆问说关于东征之事呢 李志扭过脸 略意迟疑 列为爱卿 宫中体国 尔等之意 朕已了然 其实 朕早有收兵之意 因皇后执意要打 这才愁出至今 或许事物涌杂 皇后太过操劳 许多事情没来得及向朕禀报 自己就由着性子罢了 虽说有些急功近利 但是清等也要体谅 毕竟他有孕在身 脾气才不太好 至于收兵之事 朕完全赞同 来日回到洛阳 咱们再仔细商量细则 群臣陛下盛名的呼喊声 朕颠动地 媚娘在帐内 听得是清清楚楚啊 只觉得胸口一阵 猝不及防的脚痛 仿佛被人从背后给捅了一刀 我何曾举动自专呢 军中哪份战报 我没禀报你啊 哪个大臣的戒严 我没转告你呢 到头来 急功近利 恋战不退 竟然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这和谢莫杀驴有何分别呢 媚娘几乎都要爬起来 当众质问理智了 但是啊 话到嘴边 她又强忍了回去 这便是九五之尊 犯错的永远都是臣子 怪不到臣子就怪宦官 怪不到宦官就推给女人 传承千年的道德也无外乎如此 皇帝永远都是盛名的 人生渐歇 理智喜滋滋地回来了 有椰背 有端水 媚娘默然地望着这个男人 她笑得那么自然 那么纯真 那么若无其事 仿佛刚才那些话 都不是她说的一样 媚娘想让这件事情 稀里糊涂地过去 她牛脸望向帐外 群臣已经散去 空流一片军营和荒原 陆魂 周幽王烽火系诸侯 难道周氏设计 就真的败坏在了包四 一个女人的身上吗 真正的历史究竟如何 而包四又遭受了多少污蔑呢 她心里啊 实在是堵得慌 毕竟辛辛苦苦忙了一年 东征建功也是她的梦想 愁愁了一阵 她还是忍不住 说道 难道你真要受兵吗 李治大嘞咧咧地咳嗽了一声 哎呀 你还操心这段闲事干嘛呀 我偏不甘心 朝堂上的事 咱就别再管了 保重身体要紧 回头呢 朕叫蒋凤玉给你调治一些 安胎的药物 听说呀 自从法朗禅师 为承阳送经 她的病大为好转 要不 朕也请那个老和尚 给你也 妹娘最不喜欢她这副 顾左右而言她的样子了 又把脸转过去不看她 她愤愤道 当初是你 要我代管政务的 现在 反的弄得像我多管闲事一样 吧吧吧 反之我举动自砖 不同政务 无财无德 一无是处 你以后 别再跟我提朝警的事 李智尴尬地挠了挠头 她也明白 自己的做法 有些不近人情 再说了 万一日后再犯病 妹娘真撂挑子 不管 这可怎么办呢 所以啊 她只能是 抚着妹娘的背 又哄到 你看你啊 又着急 我这不是为了你的身子着想吗 其实我这病啊 也没痊愈呢 你要是乐得管事 那更好 以后呢 我临朝听政 不上朝之日 你在殿后批跃奏章 群臣若有急报 禀报你也行 上奏我也行 还是咱们俩共同做主 你看 这样总可以了吧 妹娘勉强输了口气 又隔了半晌 这才翻身过来 已经换了一副 娇媚羞涩的表情 她轻轻地摸着肚子 柔声问道 哎 你在这次 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李智扑枝一笑 无奈地摇了摇头 妹娘又怀龙 但是却不愿放弃权力 李智也拿她没办法 只好让她继续参政 于是 东都洛阳 便出现了奇特的一幕 皇帝按照制度 单日在宣政殿侍朝 而不上朝的双日 皇后又在侧殿 批跃群臣奏书 凡是有紧急事物 遇上皇帝临朝 就禀奏皇上 赶上皇后在 就汇报皇后 诚然 皇帝 乃天下之主 不过 有一些大臣 也更乐于 同皇后打交道 譬如 李义甫 袁公渝之流 尽管边关形势严峻 龙朔二年 却依然是在一排 祥和的气氛中到来 新年一时 李智下诏 册封 一年前归顺的 卑禄斯王子 为波斯王 为大唐藩国 谱系 又添一笔 但是 满朝文武 心里都清楚 秋辞叛乱 吐蕃窥 又跟风头正盛的 大义 结了怨 西域的形势 已经不稳 数千里之外的波斯 根本是鞭长莫及 这种册封 纯粹只是为了面子 二月甲子日 李智又在朝会上宣布 更改官署 以及百官名号 此乃是大唐建国以来 首次大规模修改官名 几乎涉及了朝廷所有的官署机构 实称龙朔改制 中书省改称西台 门下省改称东台 上书省改称中台 随着官署名称的变化 三省官员也改了名字 中书令改为右相 中书侍郎改为西台侍郎 中书社人改为西台社人 侍中为左相 皇门侍郎为东台侍郎 己侍中为东台社人 上书左右仆叶变成了左右匡正 左右成变成了左右萧姬 同中书门下三品 也自然改称同东西台三品 上书六部下设二十四个部门 全要改 私列 私勋 私封 私迹 私缘 私度 私针 合称二十四思 历部上书改名为私列太长伯 户部上书为私缘太长伯 历部上书为私礼太长伯 兵部上书为私容太长伯 行部上书为私行太长伯 公部上书为私平太长伯 各部侍郎皆称少长伯 新修定的官名更加的工整 进一步明确了三省长官的宰相地位 如长伯之类的称为 颇有效仿古致的意味 虽说这种改制仅仅限于官署名称 实际权力却并无更改 但是这还是引起了许多的不变 毕竟旧官名用了三十多年 突然更改肯定是有些不适应 百官日常言谈还是习惯用老的称呼 每逢官书文件出现新官名也总会错格 需要查上一番才能对上号 这次改革一来是应变革之衬 再者也是理智重回朝堂再述权威的举措 不过相对于理智 媚娘对修改官名更为热衷 她似乎非常迷信文字的力量 许多官名便是她参详周官想出来的 尤其其中的二十四司 说文有云 司 臣司是于外者也 百司即是百官 这样一改 一方面是明确职责整齐划一 另一方面也是劝狱群臣 要顺从亡命各司其职 但是更改官名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更不可能挽回战场的危机 就在宣布改制整整十天之后 辽东传来了噩耗 佩将到行军大总管任雅相 并足于军中 任雅相历任燕然督户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他的战功虽不能与理智 苏定方等倍相比 但是处事公正 赏罚分明 极受将士爱戴 此番他以宰相之尊亲临战场 并逝于冰天雪地之间 大唐不仅损失了一员大将 更是严重影响了军心 朝廷闻讯为之沮丧 理智厚赏其家 赐以厚葬 拿知 任雅相的遗体尚未赢回 又传来了一个更大的坏消息 高丽南陆军 打了一场大败仗 苏定方围困平壤将近八个月 可就是拿不下这座固若金汤的奸程 再加上又逢大雪 将士困苦 情急之下 忙掉外围作战的左宵卫将军 庞孝泰前来支援 贡商破敌之策 庞孝泰得训火速进军 半路行至舍水 遭遇到高丽游击部队的阻击 庞将军 苏以彪悍赶拼之名 很快便击溃了敌人 并且一马当先 乘胜追击 却不料落入到了 敌人事先设好的包围 高丽大军 如同潮水一般四面涌上 庞孝泰寡步敌众 又被切断了粮草 奋力厮杀 力气耗尽 最终血染沙场 他膝下十三个儿子 都追随其从军 此一役 进阶战死 锁步兵马 全军覆没 舍水之败 是唐军历次东征 所遭受的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战局恶化到这种地步 想不撤都不行了 李治只好灰头土脸地 签署了班师命令 至此大唐竭尽全力发起的东征 再度 以失败告终了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 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